美国文化中的自然瑰宝第22章 黄石国家公园 节选自我们的国家公园 作者约翰姆尔 位于西部的四个国家公园中 黄石面积最大 它是洛基山宽宽的顶部地区 一个巨大而强健的荒原 雨雪充沛得天独厚 那里是美国数条大河的发源地 它的中部森林茂密 由火山构成的高原相对平缓 平均海拔高度大约8000英尺 周围群山巍峨 晶莹剔透而尚未命名的湖泊 有一条条从沿江层奔腾而出的溪流所连接 清水从寒冷的峰岭倾泻而下 水流躺过巨岩荒滩 青苔绿野草葱树林 然后汇入条条大河 一路上不避险阻 高歌欢唱 巧妙的分道扬镳 寻找着各自的河道 最终流向东西两个遥远的大洋 西流两岸遍布着一个个迷人的冰川草殿 宽阔的森林 美得好似公园 山奥里藏着数不清的小巧玲珑的花园 枝叶繁茂 花团锦簇 整个荒园是动物的乐园 除了大多数气候宜人的荒山野岭所共有的奇珍异宝之外 黄石公园充满了寇人心弦的惊世奇观 世界上最具野性的喷泉 在明快而欢欣鼓舞的乐队伴奏下 再歌再舞 周围有成百上千的温泉在沸腾着 美丽而令人惊悚 山泉的底部像精心装饰过的巨型花朵 色彩缤纷 豪华斑斓 热气腾腾的调色板 泥泉 泥火山 湖状地形 汤状地形 应有尽有 各色物质排序有致 四件的水花与喷发出的水柱 升震天外 四周层栏叠杖 森林郁郁葱葱 林下石化的树木奇形怪状 貌似博物馆展台上的标本 一层层的跌立在壁架之上 庄严肃木悄然无息 历尽沧桑 以其晶体之美 展现亿万年来 气象万千的奇观意境 在这里 有些山晶莹耀眼 有些山白雪哀哀 有些山呈硫黄色 另有一些山 山上覆盖着龙渣和火山灰 座座山峰千姿百态 或冰雪覆盖 或密林蔽日 或绽放着海米特斯般的甜美花卉 有的山被嘱咐得松软无比 而有的山披着晚霞般的彩衣 林林总总 不胜美举 黄石公园大四人的表演永不散场 因此 他被誉为仙境 每年夏天 成千上万的游人 旅者 蜂拥而至 乐而忘返 幸运的是 黄石在发现之后不久 被划分出来 以汇集民众 一条明智的法令 在公共历史的烟尘中 熠熠生辉 在众多为之做出过贡献的人士当中 诗人一定要向海登教授致以谢意 感谢他率领首支科学考察队 踏查该地区 做出详尽描述 并以高昂的热情 敦促国会 对其加以保护 经1872年划定 黄石公园占地3344平方英里 1891年3月30日 黄石公园的面积得到扩展 纳入了一片受到保护的森林 1897年12月 提顿森林保护区也被纳入黄石公园范围 至此 公园面积与最初相比几乎增加一倍 南端边界远至 备受尊重的提顿山系 游荡于洛基山草地间的动物 亦视黄石为自己的家园 面积如此大的区域 从公共范围纳入黄石公园 并未产生害处 建于该地区 海拔建于6000至13000英尺之高 并且覆盖着厚厚的火山岩层 划定为公园之后 使其免于用作农业或矿业目的 而黄石的地理位置 生机昂然的气候 气翼的风光 使之成为一个容健康油气研究为一起的巨型游乐场 一个天下游人大聚首的奇特之乡